上周当选总统唐纳德·川普高调的庆祝他和空调公司开立达成协议 把1100个工作机会留在了美国 此后开立工厂的工会负责人查克·琼斯对多家媒体表示 川普言过其实 他实际保住的工作数量只有730个 琼斯此言一出立刻招来了川普在推特上的反击 他连发两条推文指责琼斯作为工人代表工作做得差劲 还说琼斯应该多花点时间工作 少花点时间说话 此后众多川普的支持者开始在推特上猛攻琼斯 甚至据琼斯自己所讲 在川普发推后不久 他就开始接到威胁电话 川普在推特上对琼斯的指责引发了众多的讨论 甚至有人将川普的这种行为称为网络霸凌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邀请到美国的媒体分析员 丽兹卡特一起来聊聊这个问题 丽兹你好 你好 丽兹我们知道川普这次在推特上 对这个琼斯进行反击 其实是符合他过往的行为习惯的 那么在竞选期间 我们也看到他用推特攻击 或者说回击过很多人 从政治对手到好莱坞明星再到媒体精英 那个时候当然他的某些言论 也引发了一些人的不满 但是似乎大家并不太提这个网络霸凌的问题 那么这次川普对琼斯的回击 为什么会引发人们的这种担忧 因为现在呢就是川普已经是会就将来会成为我们的总统 所以本来他只是参加选举的其中一人 但现在呢他现在的行为大家都开始意识到 以后我们的总统也会这么做 然后如果总统用他的权力去攻击一个普通的老百姓的话 以后老百姓就很难就是敢站出来说他们自己的意见 然后如果老百姓都不愿意说自己的意见的话 那就是政府也会缺少这方面的信息 然后也有另一个问题就是如果这个老百姓的这个 比如说这个人敢站出来说或者批评总统的话 会因此受到很大的这个后果很不好的影响 这个也是很不好的一个结果 所以丽兹你的意思就是说这个琼斯他这次 因为川普指责琼斯会引发这样的热议 也是因为琼斯跟他之前所批评 就是川普之前批评过的这些人的身份是不一样 他只是一个普通的老百姓 而这个川普现在已经是当选总统了 所以说两个人在身份地位以及这个话语权的这个问题上 有很大的这个差距是这样吗 是的因为有这个权力的不平衡的话 其实就是大家对总统的印象就是总统应该是比较大方的 就是不计不计小人过 虽然我不觉得这个这个人站出来批评川普算他的他的错 我还是觉得就是因为以前比如说奥巴马或者之前的总统 基本上不会用他们的权力去批评地位比他们那么低的人 你知道在竞选期间推特可以说是川普最强有力的武器之一 那么在他胜选之后目前看来啊 作为当选总统的他也并没有打算放弃使用这个武器 但是一月份之后他将正式的就职总统 那个时候他的言行可以说就会具有了不同的分量和意义 如果我们分别从法律制度以及道德的角度来看的话 他是否还能够用现在的这种方式来使用推特呢在未来 说法律的这个角度的话 其实有一条法律是禁止有一些官员的某一些在社交媒体的行为 但是主要是指他们不能用他们的权力去影响 不该影响的活动或者事情 但是就是说法律也没有管到总统的这个职位 只是总统以下的某一些某一些职位会受到这个管制 所以按照法律的话川普完全可以这样继续下去 但就是说从道德这方面来说 会涉及一些人品的问题 然后也会影响到这个舆论的这个情况 所以就是说如果有舆论压力的话 压力达到一定的程度的话 也许会让司法部考虑就是开始这个弹劾的过程 但是弹劾的话有一个前提就是总统必须之前有犯罪行为 然后犯罪行为也有几个就必须是要不是叛国 要不是泄密啊或者是比较就是级别比较高的犯罪 比较严重的犯罪 然后也有人就分析员有说川普之前的一些诈骗罪 完全可以作为这方面的这个前提 但就是说舆论压力要上升到一定的一个程度 才会引起这个流程的开始 然后这个也是不是百分之百的都会发生 但是就是说如果川普继续这样下去 用他推特的账号来威胁或者来人身攻击 这种普通的老百姓有可能可以影响到这个舆论压力 好的谢谢李子卡特今天接受我们的连线采访